嗨大家好,我是泡泡 如今的经济形势不太好 就业率不高,失业率很高 普通人的日子有点难 未来三年大概率还是如此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应对呢 今天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未来三年的建议 希望对你有帮助 第一,存钱 一定要规划好你自己的财务 多存钱,现金为王 首先,记录下所有的收入来源 列出每个月的固定支出 例如房租,水电费等等 这里一个储蓄目标 并且根据剩余可支配收入 来安排你的日常开支 合理规划预算 可以避免盲目消费 帮助我们更好的管理财物 另外呢,要削减不必要的开支 看看哪些钱必须花 哪些钱可以不花 花钱只花在刀刃上 接下来一定要有备用金 每个月将一部分的收入 存入紧急的备用金账户 确保至少能覆盖 三到六个月的生活费 这样在遇到意外的事件的时候 就可以避免借外债 或者卖掉你的一些核心的资产 第二,心态 经济形势不好 赚不到钱 许多人的心态要崩了 情绪过度的紧张 从紧张到烦躁 再到焦虑 再到冲动 再到崩溃 任由这个负面情绪连展开来 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糕 更严重 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 头脑要保持理智 要理性 情绪不要太过铺张 不该说的话别说 很多是祸从口出 所以别跟别人吵架 别争执 别发生矛盾 一定要忍住 要远离垃圾人 别跟他们置气 垃圾人有个特点 情绪很不稳定 随意的发泄 甚至狗急跳墙 做出一些伤害你的极端的事情 所以要远离垃圾人 远离不了就示弱 君子不立 危强之下 解决完事 赶紧离开他 他自由老天收 你的目的 要保全自己 第三个是不折腾 不折腾就是稳妥起见 未来三年要控制风险 首先不要买车买房 车子和没有金融属性的房子 一样都是一件高价的奢侈品 普通人的房子能住就行 不要再买了 普通人买豪车装面子的 买不了多久 你一定会后悔 车一买 他马上变成二手 马上就折旧了 二是不要轻易的去创业 一方面全球经济和市场都不好 另一方面没有相应的资源和平台 赤手空全去创业 往往就是一个笑话 不赔个底掉就是万幸了 最笨的就是你去开个店试试 如果你非常聪明 家里有矿 父母可以给你兜底 那当我没说 现在这种大环境 普通人拿钱创业 基本上等于去捐了 然后第三个就是不要轻易的辞职 就业难 找工作难 尤其是上了一定年纪的人 更不容易了 不要轻易跳槽 你会越跳越差的 好那么说第四个方面 就是升级个人 一定要给自己做升级 要一个能让自己长期吃饭的本领 并且发展自己的影响力 脱离公司系统能赚到一份让自己满意的钱 这个才能有真正的安全感 做具有时间复利效益的事情 长期的做下去 找一个爱好 深入的研究它 把它变成自己的韧性的动力和兜底的第二专业 变成自己特殊性的一部分 比如说你去生根外语 软件 编程法律 任何一样 你只要长期坚持下去 都会看到巨大的利益 第五点就是保重身体 身体素质是未来最大的竞争力 无论国内外 现在的情况 演变趋势更倾向于身体素质 待机时间的比平 谁的身体素质更好 待机时间就更好 谁就越能苟到天亮 不一定非要去健身房撸铁 也不用非去抱鱼加班 你只要保持一周三四天锻炼就可以了 比如说跑步一些有氧运动 或者说散步之类的 慢跑之类的 且不说现在的看病贵 看病难 甚至可能因病而治平 如果你没有健康和身体 那一切都是枉然 安平乐道 保持身心健康 或许能迎来一个美好的未来 好 以上就是对你未来三年的建议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我是爸爸